從今天到週四受到支流封面的影響 天氣相對是比較不穩定的 尤其又今明兩天都還有西南風影響著 所以說在西半部地區可能都有局部大雨或好雨 我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短延時強降雨 在非常短的時間還是會有比較猛烈的下雨 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 週五之後封面逐漸的遠離 週六之後大環境改變成西南風影響 中南部到時候還是要注意有一些下雨的機會 我們先從昨天到今天的累積雨量圖來看 從昨天到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下雨比較明顯的地區 都還是在中南部地區 包含了屏東、南投、彰化、台南、高雄這些地區 都是過去下雨比較明顯的地方 我們從縣市的排名來看一下 第一名在屏東的春日有389毫米 第二名在台南都還算是南部地區 但第三、第四名就跑到中部的彰化跟南投 第五名在高雄的美濃區也相當接近的300毫米左右 這其實告訴我們在過去西南風的影響之下 下雨都在中南部機率相對高 但是它集中的區域不太一定 不一定是針對南部或針對中部 這顯示告訴我們在這段期間 只要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對流系統發展起來的時候 在某些特定的區域它是相對下得比較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一、第二名在屏東跟台南之後 第三、第四名就來到彰化跟南投這些地方 我們還是要提醒 因為封面是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封面上面常常會有一些中小尺度對流系統發展起來 所以某些特定區域它下雨相對來說就大 這時候就會有短延時強降雨 氣象局就會發佈大雷雨資訊 我們從今天清晨到現在 我們針對南台灣發佈了四則大雷雨即時訊息 其中有一則 有一則還包括了細胞廣播 就是告訴我們在這個時間之內 它的食余量可能來到100毫米 以今天清晨 台南的觀點就來到106.5毫米的食余量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今明兩天 受到這裡有封面的影響的時候 像這種短延時強降雨還是要特別注意的 當然我們從這個封面的結構上面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對流發展是比較強的 有些地方甚至還有出現空檔的機會 所以我們從雷達回報圖上面可以看得更仔細 比較強的對流以目前的發展比較強的 都是在台灣海峽這一帶 有一些比較強的對流在北部沿海 慢慢的移進來有一點消散 南台灣現在相對來說是空檔 我們今天還是要特別注意 剛剛提醒的封面就在台灣的上空 像這種西南風帶來的水氣移進來 所造成南部地區的影響 可能都還是要特別注意的 此外在北部地區像基隆白岸這些地區 可能在封面上面也都會有一些強降雨 因此氣象局今天還是有發布了特報 我們先從大雨特報的範圍來看 整體來說在台中以南地區 然後還有基隆北海岸地區 目前都有大雨特報發生的機會 那麼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甚至有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率 氣象局會隨時更新到時候對流移進來的程度 更新這些特報的資訊 因為它會反映在短延時強降雨上面 是有大雨或好雨的等級 甚至還是會隨時更新我們的大類資訊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從一周預測圖上面看到 以今天來說封面就剛剛提的 還在台灣的上空 這個封面會影響到週三 還是持續影響 所以今明兩天 在我們的西半部地區 東北部地區都還是有短暫震雨或雷雨 短暫時強降雨 還是有大雨或好雨等級 花東要注意比較局部的降雨 外島的澎湖金門馬祖 也都還是會有一些強降雨發生的機率 要特別注意 到週四之後 封面稍微抬上來一點點 並不明顯 但是相對來說 西南風影響的程度 相對比較低一點點了 西半部地區的程度 可能還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的 那麼週五之後 封面稍微北台 下雨會稍微緩和一點點 它的強度倒不至於那麼強 緊接著週六之後 封面更遠離了 到時候週六之後的大環境 屬於比較偏西南風的影響 中南部地區都還是要注意 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或雷雨的機會 北部東半部地區 會變得比較偏向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溫度也會再逐漸回升 在這段期間 受到封面的影響的時候 一旦雲多下雨的溫度 高溫大概只有來到 29到31度左右 一旦回到25號、26號 週五、週六之後 這種封面遠離 下雨比較緩和一點的天氣形態的時候 到時候在北部跟東半部的高溫 會回到33到35 中南部因為雲量稍微偏多一點 高溫大概在30到32度左右 最後提醒大家 在今明兩天 我們的苗栗以北 吉隆北海岸 還有在我們的恆春半島 綠島蘭嶼跟馬祖地區 可能都還有8到10級的強陣風 像這種海上的強對流 一進來的時候 有些下雨比較強的地方 也都會有一些較強陣風出現 提醒大家特別注意